一提到人年齡大了 很多人會聯想到養老院 現在就連乳牛也有退休之家 俄羅斯達拉斯坦共和國 就有一處的村莊 他們專門收容上年紀 無法生產牛奶的老牛 或是民眾家庭狀況有變化 無法繼續飼養的牛隻 他們依靠銷售環保乳製品 跟志工們的出資出力 來照顧這些退休的老牛 牧場上黑色棕色的乳牛 分散在草坪上 又在享用美食 這些乳牛全是俄羅斯 國內上了年紀的老乳牛 因為無法生產乳汁 因此被送到達丹斯坦共和國的 乳牛養老村 這個乳牛的退休之家 專門收容年齡大 無法生產牛奶 或是養殖業者家庭有狀況 無法再續養的乳牛 依靠志工們輪流到設施裡照顧 特別是夏天設施內外的氣候宜人 無法繼續飼養乳牛 只能夠將牛送到這裡 交給設施來照顧 而他則是定期來到設施當義工 清理牛棚 運送牛糞到農田協助施肥 目前包括一些在這裡出生的小牛 這個乳牛養老村 飼養了約100頭煮牛 因為每天需要供給牛汁三餐 成本大約需要台幣60元上下 而讓牛群養老的資金 大多是由民眾募捐 剩下的則是要靠銷售環保煮製品 這個養老村預計會在2021年的春季 往西邊遷移1800公里 到普斯科夫地區 不知氣候比原來的地方溫和 還計畫發展有機堆肥跟生態旅遊 藉由收入來維持牛群的生計 公知新聞全中編譯